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20多万人民币就可以买一套在曼谷的公寓 其实大家都知道曼谷的公寓现在真的是水涨船高 通常在青迈我都会介绍大家一些别墅啊 很少去介绍公寓 因为我觉得公寓太小了 但是在曼谷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 基本上多数人的选择还是一个公寓 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 公寓房很少去拍 就是因为公寓房其实一目了然 就一眼就可以忘到头了 这整个项目一共有11层楼 然后总价是从139万泰铢起 139万折合人民币差不多20多万 30万不到 其实这一套是整个公寓里面最小的一个房间 然后它现在因为是刚完工 然后等于还没有正式对外出售 我们就过来探个新鲜 然后这个单元我觉得比较适合单身或是小情侣两个人 它整个房屋是在29.57平米 大家不要听到29.57感觉这个房子特别特别小 因为在泰国它是没有公寓面积的 所以目测来说感觉有点像我们国内差不多30多40平米左右的房子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双人床 然后这个应该是king size 然后一个衣柜 然后一个梳妆胎 电视机 书桌 基本上我们不用去切镜头都能看得到的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餐桌 然后这边其实是一个厨房 但通常来说在公寓房里面 你很少会去爆炒去游营 基本上就是一些简单的餐食放个电磁炉什么的 因为基本上如果住这样的公寓的话 不是单身就是小情侣两个通常很少会去烧吗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刚才我们从机场苏阿南回下来以后 开车我打来的出租车差不多20分钟就到这里了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位置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楼下就是7-11 然后这边离Megabana购物中心 也是差不多20分钟的距离 刚才我查了一下离Macro离Big C 也是差不多20分钟的距离 所以说它周边我们刚才能想到的 想要的东西基本上都会有 当然了这个价格肯定不会是在曼谷最中心的地方 那个价格肯定是不能 但是我觉得20多万人民币买一套这样小房子 哪怕偶尔多度假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如果坐在市中心的话 堵车会非常厉害 但是刚才我们过来的路上 其实并没有太多 没有太多的堵车 对了 看完以后还有一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 它是有个挑高的 这个卫生间的面积倒是跟一般的别墅都差不多 一个台盆 一个马桶 一个淋浴 总的来说公寓就是这样 很简单 就一目了然 我觉得泰国就这点好 就是你有100多万台铸 有100多万台铸的选择 然后你有1000多万台铸 2000多万台铸 有各种各样选择 就是大家各去所需 那么买公寓房 有一点好处就是 基本上可以零包入住 当然你一些 小的一些饰品 包括一些书 那些肯定是要自己带来的 那基本上的生活用品电器 都包括在内了 所以这次来曼谷 我拍一下这样的公寓 我觉得就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就是二十几万人民币 在曼谷一样可以买到一个 自己的温馨的小卧 然后这期视频很简单 我们下期清白见 拜拜 哦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按赞订阅转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